這邊聊到聲音數的變換 這總共有四個主題 第一個 K0 0 1 S1 那這邊我們看一下展開之後它變成怎麼樣 S'第一列第一行乘下來等於 K4 0Y Y就沒有了 Y'那會等多少 Y Y'就等於Y 所以我會發現我原來的座標是S' 轉換之後的座標是S'Y' 那我的Y座標並沒有變 然後我的S座標乘以幾倍 K'B 所以我S的位置它要成K'B 往哪邊 橫向的移動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是怎樣 以Y軸 飛機準 橫向 伸縮 K'B 好 同理 第二個人忘了 S'B'等於多少 S'B'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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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Y'B'等於多少 K'B'的誰 5Y 所以這次 是把彎座標 往上或往下 乘以K'B' 所以這時候是以誰為基準 S'頭為基準 橫向是縱向 縱向 縱向就是選擇方向 所以 S'軸 為基準 橫向 縱向 伸縮 K'B' 目前我會使你會發現 可能單獨只有X在伸縮 單獨只有Y在伸縮 第三個的話 你會發現你真獨出來之後 S'B'等於K'B'的S 我的Y'B'可能是K'B'的怎樣 5Y 所以這時候是以誰來做伸縮 圓點 也就是說我的頂 我的P'固定位置之後呢 我把P'的數量 通通成K'B' KS跟KY 那這時候是以圓點位置來做伸縮 所以 以圓點為基準的一個伸縮 所以 最後一個你會發現 它得到什麼 S'B'會等於H'X' 你的Y'B'會等於K'Y 那這時候 H'S'K'Y 所以 水邊的伸縮 跟隨著的伸縮 有沒有一樣 一個是H' 一個是K' K'B' 所以它並不一樣 所以前面在坎的時候 就是告訴各位說 我今天可能只有橫向的伸縮 有一個我可能只有垂直伸縮 那另外一個就是 垂直跟橫向的伸縮 比起同樣的倍速伸縮 那最後一個就是 我橫向的部分跟縱向的部分呢 什麼倍速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所以其實在講伸縮的時候 我的圖形都會受到改變 這是第二個我們講到伸縮的部分 那在這個地方 你要不要去實際這些公式呢 其實剛剛我們在處理矩陣的部分 我們把它掌握成一般的概括 我們把它來寫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清楚 比作為第一個來講 X'B'等於K'B'的S' Y'B'等於Y' 那就是說 我新的座標並沒有改變 所以座標並沒有改變 只有誰在改變 S在改變 所以我的X的位置會屬於某一個倍數 所以一定橫向的 那這是Y'B'可以被你作為Y'B'重向的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幫助你機 那這邊的一個幾個線徑的一個矩陣呢 你就要了解它的意思的話 那到時候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你了解題目它所表示的意義 那這樣就可以了 好 你先看一下有沒有其他問題